眼看乌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伤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呼吁 乌克兰应该勇敢举起白旗 透过谈判来结束战争 而另一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扬言出兵乌克兰 引发欧洲盟友强烈反弹 德国国防部长更直言 没人想真的踏上乌克兰 同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访土耳其 会见土国总统艾尔段 艾尔段表示 愿意促成俄乌和平峰会 但泽伦斯基拒绝让俄国参加首次会议 填主教教宗方济各 上个月接受瑞士媒体专访 谈到乌克兰应该透过谈判结束战争 虽然呼吁乌克兰举白旗 但教宗强调 谈判绝不是投降 而是避免让国家走向灭亡的勇气 战火持续延烧 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呼吁 欧洲不能向格诺夫 甚至扬言出兵乌克兰 这番话在盟友间引发轩然大波 德国国防部长更断然回绝 同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前往土耳其 视察土国为乌军打造的军舰 并会见土国总统埃尔段 爱尔段提出愿意主办和平峰会出身乌俄两国和谈 但泽伦斯基表示 首次预定在瑞士举办的会议 俄国不能参加 不过泽伦斯基表示 跟盟友订定和平路线之后 可能邀请俄罗斯代表参加之后的会议 泽伦斯基也强调 整个和平谈判都必须符合他先前提出的十点计划 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以及俄国社群等等 但目前居于上方的俄国恐怕不会接受 陈伟伦编译